最近呢,有媒体报道了秦岚与吴锦岩再度合作拍摄民国剧《传家》 舒在此就想提醒一句 这令后CP都出来了,怎么能少得了大猪蹄子聂远呢? 近日呢,舒就造访了《传家》剧组 虽然当天并没有看到咱令后CP 但是捉到了一只大猪蹄子聂远 当天呢,聂远穿着白衬衫 下身搭配民国军装裤脚踩帅气军靴 这一副民国军人打扮颇别帅气 配上官方给出的秦岚造型 最后CP粉们,让舒书瞧瞧你们的热情 拿着剧本的聂远跟着助理一起回到房车 将戏服穿戴完毕后 似乎是因为太热的关系 聂远在房车外打电话时 手中还拿着一个小风扇吹 虽然这拍戏还没开始 不过瞧咱聂远这笔直的站姿 哦,可以 看来聂远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 拍摄还没开始 打完电话的聂远又脱了戏服外套 拿着剧本在空地前开启了碎碎念模式 嘴里头念念有词,啼哩咕咕 手上还笔划着搭配台词的动作 书和大家讲啊 虽然咱外人看着 这人嘴里蓄倒 还做点肢体动作 有些好笑 不过不封魔不成活这句话 用在此时书搅着再合适不过了 带着台词揣摩的差不多了 念远才走到一旁坐在椅子上 贴心的助理递过烟来 让念远休息一会儿 表面上念远听了助理的话 接过烟准备休息 可在嘴里头却没停下 一边抽着烟一边继续念叨着自己的台词 就这敬业精神舒服了 不过片场一有紧也有松 另一边寒庚收工回来 就不慎念远这幅紧张的状态了 他一脸开心的接过助理递来的手机 开启了社交模式 和同组的小伙伴加上好友后 一脸轻松的回房车休息了 要说这传家的演员配置还真不错 书就期待着能够早日查清 再看看这D后CP能再带来怎样的故事吧 就让你来死不跳 我看你来 понял 我看你 schlecht 我说我都不想要回来